在一切功德中 发菩提心是最大的功德 可以由此得到无爱的智慧 《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中说到 一切功德中菩提心为罪 能得无爱至从佛法化身 般若会可以帮助自己 解决我们的所有的盲点 偏见 无明 贪嗔痴这些烦恼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能够解决说 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 如果自己还在水生活 热纳的什么都免谈了 所以说我们用菩提来断自己的烦恼 也用菩提来度众生 因为众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看不清楚 所以佛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无明 无明就是自己以为很清楚 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这叫无明 不是说大家都迷迷糊步 每个众生都觉得我很清楚 实际上从圣人的角度 并不是真的清楚 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心 它是用智慧来自度度它 那为什么要发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讲得再深一点 发菩提心是因为有一个大悲心的动机 因为觉得身为一个友情来讲 生命很苦 如果懂得会思考的人 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无力感 很多身不由己 比如说我们说个人的业力 过去式的业力 还有现在工业的业力 非常的复杂 过去的工业到现在的工业 非常的复杂 我们就活在这个生命的 自己的业力 还有工业的制约里面 导致我们心有余力不足 或者自己做不了主 自己的烦恼很多 做不了主 所以身为友情来讲 身为友情 我们看到友情 有很多的贪嗔痴 很多这个无力感 所以它导致的就是一个灾难 这是我们所谓的苦难 菩提心又被译为道心 是因为见到众生受苦 而情不自禁地生起一种慈爱心 一种守己而救人的悲怨心 十方新闻记者 莱伊荣台北采访报导